哈囉大家好 請 那我們進駐一下我們的淘汰狼獅格啦 今天我們就來抽抽看一週年的轉蛋池好了 他這邊說五件出現機率應該是UP中 所以應該是比較有機會出現五星的角色 但是這遊戲真正的五星好像還有一個才五星啦 就是他上面寫的就是50抽之後一定會獲得一隻的喔 那今天我們就2500水平直接給他砸下去 希望可以抽到正中央上面綠帽子 綠頭髮的這個妹子 拜託了 走起 來 有沒有 拜託要出多一點金 好像是有一隻金欸 一隻金 而且那個金好像也不一定是五星角色喔 這是我們的花生海豹嗎 花生海豹 然後再來是我們這個栗子浣熊吧 再來也是栗子浣熊 然後這是我們的這個 什麼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絞金是不是 大家不知道它是什麼食物 唉唷 山頭鳥喔 可以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這個蜥蜴 這應該是檸檬吧 因為它每一個好像都是食材啊 因為它是從那個土裡面種出來 然後必須要去餵那些鬼嘛 這樣的感覺 這什麼 這是山鬼嗎 很像蝌蚪喔 喔 這是我們的山頭鳥 拜託 給我五星的 哇 又是它 尷尬了 哇 這一次沒五星 那其實五星也是蠻難抽的耶 我的天 好不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 又沒了 好不好 拒絕這個 22抽 我們已經抽了22抽 但是 沒有抽到我們想要的 可惜 可惜 一週年 大家也是可以趁這個階段來入坑這樣子 然後 不知道這個淘汰狼 這個哥的東西可以什麼時候再來 因為 好想要好想要 然後 這邊的話好像要達成一個任務 你才可以獲得300的冠 然後總共是可以有 2500啊 但是這個素材 一個級什麼 這個我看不懂耶 這個會不會其實是 品種開發這邊啊 應該是好不好 那我們就 繼續打一下我們的主線關卡 直接給它走起 那C下的話我都有在繼續刷就是那個啦 就是有在刷他們的就是那個 寶物 因為你寶物全部拿完的話 是可以拿到比較多東西 然後淘汰狼那邊的話 我也有一直在拿這樣子喔 雖然我們這一次沒有看到我們的五星角色 但沒有關係 因為整體來說的話 我們整體的這個強度還是有的喔 因為我們是有那個 49的這個大珠珠的喔 大珠珠其實 這邊洋蔥珠珠算是還不錯的一隻角色 然後我們最近有先把我們一些 就是比較小隻的這些角色都先升級起來了 所以他們這個 餵飽的這個 餵飽的這個寶石量應該是還蠻不錯的喔 走起 開咬 然後再開咬 然後再開咬 nice 舒服啦 好不好 勝利 大勝利 好 可以 那我們這邊的話繼續 18話給他走起 戰鬥開始 然後這邊 機器人 然後12 可以喔 因為機器人在他後面進化的就非常非常噁心 因為他還會拿槌子打人你知道嗎 超誇張的 現在應該是都ok喔 好不好 你看這邊 吃一下就爆了 因為我們之前打那個淘汰狼關卡算是比較難一點點的 現在基本上 應該還算是因為 有接觸那個難度 現在就整個都還好了 可以 沒有問題 而且我現在發現你看 他們 就是走到底的那些植物啊 會被鳥接走耶 超可愛的 欸 喔 好險 差一點就被打到那個竹子了喔 但這遊戲比較好的地方就是 他好像沒有什麼三星挑戰之類的 所以你也不用擔心就是 你沒有辦法滿血通關 這個設計就還滿舒服的喔 不然有很多遊戲他們都會就是必須要 滿血通關或怎麼樣 要三星怎麼樣 那個真的是超級難受的喔 來 來 十一 然後十二 十四 走起 三十七 走起吧 羊駝 咬爛 可以 然後這邊 吃兩隻 一隻 兩隻 最後三隻也可以 舒服 你看他們現在基本上夠位了 他外面那一層皮就夠他們吃了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些小隻的現在 也是 滿能夠餵飽他們的 你看 全部吃爛 好 掰掰 在打過頭太郎的關卡之後 就覺得主線關卡就還好了 舒服 不是頭太郎啦 打過那個小紅帽的關卡 一直講錯 喔 最終話 這邊可以獲得一個檸檬犀牛的感覺喔 欸 這土著耶 這土著這一關的話也是那個啊 有沒有 原始人 這個的話土著是那個耶 就是我們那個 大野狼內關的這個BOSS 沒想到這邊的話也是他耶 居然嗎 來了來了來了 喔 這邊可以吹風 OK 沒問題 小心一點 喔 他吃飽了耶 好快喔 然後你只要把那個BOSS餵飽之後好像就會直接獲勝了 nice 喔 這邊有一個新的植物出現了 應該是我們的那個 是啥 鳳梨犀牛吧 這個 這應該是鳳梨犀牛喔 沒問題 鳳梨犀牛 然後我們第二張就完美了 喔 有券券耶 那是單抽券對不對 那個應該是單抽券 對 這有一回抽抽 所以我們累積十回抽抽的話應該可以再來抽之類的 我是不信自己單抽可以出奇蹟啦 然後第一張的話全部拿完就是長這個樣子了 然後好像會有那個 快速戰鬥或甚麼之類的對不對 是嗎 我們看一下 你打完全部之後回來打的話好像 會有這個 會有加速的這個環節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個是自動戰鬥嗎 好像也不是 那個好像也不是自動戰鬥 你還是得要自己控的樣子 那這個在刷那個 刷這個就是 幸運草的這個寶物的時候就蠻輕鬆的 你就可以用它來刷很多 nice 吃飽飽 好 這樣就贏了 有加速技能啦 各位 速速又浮浮 沒問題 好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那個 我們來去看一下我們的這個 二張的這個關卡 看一下有沒有一些新的東西出現 來 走起 然後其實這遊戲有很多一些就是 升級的一些素材甚麼之類的 然後有分屬性這些的 比較不一樣 黃色是甚麼 我都看不懂 然後這邊有這個加速的 黃色就是要吃綠色甚麼東西的 反正它有這個屬性相剋的 還滿特別的 其實也沒有很特別啊 因為貓戰一直都是有屬性相剋的 因為差不多那種感覺而已 可以喔 然後這邊下去 這邊上去 然後這邊上去 上去 下去 嘿嘿 可以 吃爛 喔 有加速之後打更快了喔 沒問題 然後你看我們這邊有這個藍色的這個素材 我現在是想要打開那個啦 就是品種開發 我不知道這個到底是 要甚麼時候才可以開發 然後我們這邊打贏關卡的話 你就會有這個 第二張的這個冒險區是可以去的 然後就可以冒險去它那邊 然後拿到它那邊的一些東西這樣的概念 喔 OK 那這個 哎呦呦呦 拿到了 這邊的話就可以拿到這個 300個這個水罐 可以 然後第二枚 所以總共是有5枚這樣子 然後你只要完成之後的話 你就可以那個好不好 就可以拿到很多這個水罐 然後就可以趁這個時候來抽一下就是那個 一周年的卡池有沒有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抽到一些就是 比較好的角色 那總共的話 50抽的話呢 你是會可以拿到那個 一隻五星的那個屌屌腳 我在想說那個五星屌屌腳是不是應該要 等到有妹子卡池的時候再 再給它抽起來 因為我們現在也未必能夠 抽到就是下面我們想要的那個 綠色頭髮的那個妹子 下面一堆耶 應該可以吃4隻吧 然後再打一個這個 然後 上面奇異果鳥鳥 給它打過去可以 因為我們自己是先有升級一些東西啦 所以現在前面這兩個章節的關卡的話 應該對我們來說都是 還行的喔 都還行 走起 那試一下的話我會先把我們 就是那個寶物那些都拿滿 我們看一下下一次能不能 就是再讓大家看一下有一些 可以抽抽的這個東西 它這個日文有點尖聲啦 我都看不出來 各位 我不知道它想要跟我表達什麼 我看不出來 來 往上滑 吃 吃 有達成 然後 山人中這邊給它 給它咬上面的 豬豬 洋蔥豬給它吃 可以 全部吃爛 狂咬猛咬 nice 這邊有收集到一個桃子了喔 有三個寶物就會給你水罐了喔 然後剛剛的話 基本上我們主業這邊的話呢 它有說再獲得一個桃子可以 然後這邊是等淘汰人回來這樣子 啊 可是這邊是一萬的這個耶 其實沒有很想要這個 我想要水罐 我只想要水罐水瓶讓我抽卡 各位 因為不是水罐跟水瓶 好像就其他一些累積的東西就不是那麼好 現在想要趕快抽一些那個 五星的那個超級貓貓吧 感覺那個就是五星的超級貓貓 彩色的五星 那我們這隻洋蔥豬它應該也不是彩色五星耶 它就是一般的五星而已 所以它好像是有分的 但洋蔥豬現在就已經夠強了 穿三件衣服還有盤子 超強的 然後我們這個奇異國鳥也是不錯啦 它也是會分三個 然後我們這邊的這個 葡萄羊呢 就是它會換位置 還不錯 目前來說我們拿到的這些東西都還算是OK 有喔 拿到桃子了 然後我們達成我們的任務了喔 那我們進一碗專來說就跟大家來玩一下 我們這邊的這個 桃太陽師格 那我們是有抽到了這個 一些我們應該 也沒有想要去弄的一些角色 畢竟他們都不是五星的啦 就還好這樣子 但是有些角色搞不好就是沒有五星也是很厲害啦 大家也可以推薦給哲平知道 我覺得一些低費用的吧 不過這些都還蠻高費的就是了 雖然目前比較低費的大概就是前面這幾隻而已 所以真的是要趕快來練他們 他們這個低費是比較好 就是讓你刷新一些就是 後排比較強力的一些輸出這樣子喔 好 那我們今年這一次的這個一週年抽卡 你們覺得哲平抽的好不好呢 也可以分享一下 欸 如果有老手的話可以跟哲平分享一下 到底好不好囉 那我們進去玩到這邊囉 我是一些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囉